2024年春节前夕 澳大利亚华人于俊武 接到了四海同春 全球华侨华人春节大联欢节目组的邀请 希望他能以海外华侨华人嘉宾的身份 参与节目的录制 接受邀请后 于俊武在一月底返回了中国 此时的澳大利亚还是夏季 对于于俊武来说 北京寒冷的天气 有种久违的亲切感 不冷 虽然天气有点冷 热着呢 我很喜欢北京这个气候 很凉爽 很清新 心里面很热乎 尤其是看到你看边上还有些雪 很清晴 因为这个我们在澳大利亚很少能见着 我一下了高铁以后 哇 雪我还特地踩了点 但都冻住了 全都冻得很近 于俊武每年都是在澳大利亚 和当地华侨华人共度春节 而今年 他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参加全球华侨华人春节大联欢节目的录制 这让他非常兴奋 我们刚刚到悉尼的时候 我们一时候过春晚是这么过的 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结束了 可能一周两周 甚至到三周 录像带啊 到了悉尼了 咱们把录像带租回来 炒两个菜 约几个朋友 完了以后一起看着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的录像带 那就是过大年了 在后台 于俊武看到了这次全球华侨华人春节大联欢的节目单 里面很多歌曲勾起了他在海外三十多年的回忆 其实这台晚会很感人的地方 有很多的老歌把晚会的年 等于是我们叫年轮吧 拉得很长 就故事的深度就更加的红厚了 因为这个是对待海外华人华侨以后 它是一种呢 就是一种回归 我们说文化的回归 其实一种呢 人类一种情绪的回归 我觉得都体现在这台晚会当中 és 猪肚灯灯香大联西小喇叭 燕子灰灰了大地美如花 财神谁进门拿住小魂送啦 心疼还酒苦啊 女人小哈哈 唯唯嘯唯喷啦 火珠声声响 那春回大地春岗花开 春高人间春色满年春来啦 唯唯嘯唯喷啦 火珠谎声声响 启呼咚咚咚咚咚咚咚 祖皇大地美如花 新天新天地新年 新春到春回大地春满花开 春风满面春光美如花 春来啦 万象零心 零零心碎 2024年四海同春全球华侨华人春节大联欢 为五湖四海的观众送上祝福 从时代老歌到竞歌热舞 整台晚会紧贴年味 桥味 中国味 时代味 与全球华侨华人共情 共感 共团圆 我们让大大马祝财求快乐 春节快乐 新春快乐 龙天大吉 龙天快乐 新年快乐 晚会围绕华侨华人与祖国共奋进 与人民齐奋斗为切入点 通过龙腾迎新春 四海团圆年 齐心共祝梦三个篇章 体现华侨华人对祖国母亲的思念之情 也表达了祖国对远方游子的关爱和慰问 游骞舞 换游子的十字 想要飞呀飞 却飞也飞不高 我失去秘密 失去秘密 一个温暖的怀抱 这样的要求算算太高 于俊武是澳大利亚悉尼华兴艺术团的团长 他曾在澳大利亚指导和策划了上百场 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艺术活动 在晚会现场 他也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一件事情做了三十多年 您的感受是什么 我感受最深的是海外华人华侨 对中华文化的渴望 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我们在海外 大家一起把中华文化传承弘扬 不仅邻居起一批有能力 有造诣有热情 肯奉献热爱中华文化的人士 更重要的是 推动了与当地各民族文化艺术交流互建 让更多非华语背景的民众 去了解中华文化 欣赏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在海外发扬光大 我们全球的华人华侨 感到无比的骄傲与自豪 这次到北京参与录制节目 给于俊武带来了不一样的启发 节目录制结束后 他回到悉尼 排练春节期间的节目 《我家在中国》 想起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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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家在那里 家在中国 今天我 总是这样子 我说 很好很好 大家集中一下 这首歌 我希望大家呢 一定要唱出内在这种情感 那么遥远 那么孤独 我希望 就是大家把这种情感 带出来 这也是呢 体现我们海外 游子 海外 华侨华人 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受 这个曲目 唱出了我们华人的心声 那么在2024年 这个春节 我们祝祖国的人民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每逢春节 中秋节 端午节 重阳节 于军武都会组织艺术团 参加悉尼当地举行的 中国文化相关演出活动 而情字 正是凝聚当地 华侨华人力量 最动人的字眼 正因为如此 每次演出 都会受到当地华侨华人 和海外民众的关注 这种内容呢 确实也是 不光我们中华民族 家喻户晓 也让我们生活的周边 各个国家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 也从这四大民俗 节庆价日当中 去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 这就是海外艺术团 它最重要的 悉尼华清艺术团 下属有53个 各类艺术团体 有3000多名团员 大家都是因为 对中华文化的热爱 自发凝聚在一起 虽然在大部分时间里 于俊武和团员们 都是用业余时间排练节目 但是他们对节目的质量 要求非常高 我是始终到每个团 都在强调一点 就是加强基本功的训练 所以你看 你们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第一 肩膀 你们这个舞蹈当中 常常会用肩膀 抬起手来 你看 抬起手来 抬起手来以后 要一 手指往上 一直往上延伸 一直往上 带动身体往上延伸 第二 肩膀压压压 两个肩膀一定要压 压下去 这段散舞 是于俊武为悉尼春节 嘉年华活动准备的节目之一 每年中国的农历正月初一到十五 悉尼市政府都会举办 大规模的嘉年华庆典活动 数十场演出 在悉尼市政厅剧场 各区域地标式建筑前进行 悉尼华兴艺术团的节目 都成为庆典中一抹亮丽的中国红 让我感触最深的是2008年 这一年啊 也是我们大陆来的新移民艺术团体 第一次参与 由悉尼市政府主办的春节期间嘉年华大训练 那年我们组织了大方针 内容可以说是丰富多彩 巡游结束以后啊 我们很高兴 很兴奋 这时候就听舞台上传来了大高音喇叭高呼 威廉 where are you 哎呀 我一听这不是在叫我吗 在一听还真是确证了这点 赶快就往舞台跑 远远的就看见我们悉尼市市长莫尔 正拿着一个大奖杯在等着我 哇 我看了以后很激动 因为这嘉年华每年啊 几十个方针当中啊 只有一个大奖 唯一的大奖 08年 抱在我们的怀中 紧接着就是09年和2015年 我们都荣获了每年一度 嘉年华大巡游艺术大奖 那么 于俊武为何要在澳大利亚 传播中华文化呢 故事还要从他年轻的时候说起 1984年 于俊武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 工作了三年之后 他选择出国到澳大利亚留学深造 出道异乡 悉尼的一切都让他感到陌生 你突然感受到你曾经在象牙塔上的优势 瞬间 没了 当时有一首歌 我一无所有 我们真是那种从里到外感受了 我一无所有 除了语言不通 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 也压得于俊武喘不过气 他只能半工半读 依靠打零工 增加一些微薄的收入 当时影响当中我找的一份工作 是在一个职场 这个职场把正常的和有规格的 印刷的这种废纸 等于是把它铺平了 铺平了将近五米多长 一米二宽 完了以后推到扎道底下 切成非常有规格的包装纸 包装鱼 虾 因为那是辣光纸 辣光纸非常的锋利 你一碰就是一道血印的 那几天下来 手上等于是老的伤痕还没有旧遇 新的伤痕已经伤痕累累了 那手切切实实 就像真的像错一样的 繁重的学业和高强度的工作 让于俊武感到身心俱疲 他想寻找一些 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活动 来缓解身在异乡的孤独感 但是在当时的澳大利亚 几乎找不到这样的艺术活动 这让他感到遗憾 在悉尼生活了半年之后 于俊武结识了一群华人朋友 他想和大家排演经典话剧雷语 这也让他踏上了在澳大利亚 传播中华文化的道路 在这之前和演员见面的时候 确实做了充分的准备 我印象最深的当天 开始跟演员首先 颤入导演构思 晚了以后呢 整个的内容和人物的分析 说的是一套一套 我注意看每个演员的表情啊 很麻木 我说得很激动 他们听得感觉到 有点很茫然 我就问为什么最后发现 大家根本听不懂普通话 因为在那个时候啊 普通话很少接触过 似懂非懂 根本不知道导演这么激动 这么坑排 这么滔滔不绝 在说的是什么内容 我一听过 我一看这就麻烦了 因为确实 我们这台话剧啊 也是它有它的特色 因为普通话 观众也听不懂啊 所以雷语这台话剧 在海外是用广东话 说的台词 20世纪80年代 想要在澳大利亚 排练一出中国话剧 并不容易 除了导演于俊武之外 其他演员都没有接触过 中国话剧 也没有任何的表演经验 于俊武必须从头交起 更让他头疼的是 悉尼没有中国话剧 相关的服装道具 这样的情况下 雷语还排得下去吗 我身后这就是 那时候我们排练雷语的地方 而且是雷语说是八个月 其实呢每周就两天 礼拜六礼拜天 所以呢加在一起 也就是六十多天 每到礼拜六礼拜天呢 这些演员啊工作人员就把车啊都开过来了 这块是妈妈们在做饭做服装 那边呢是爸爸们在做道具啊 做其他用的一些首饰的这个大小道具 把最好的地方呢留给我导演作为排练 大家在这地方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欢度过了两个难以忘为的周末 又在期盼着下一个周末的到来 雷语整整排演了八个月 1988年 在悉尼市中心的一家剧场里上演 这是悉尼的华侨华人 第一次把中国话剧搬上当地舞台 虽然这场演出的演员都是非专业出身 所用的道具大部分是从演员家中借来的 但是这次演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不仅在华侨华人中产生很大反响 也让悉尼本地民众接触到了来自中国的艺术 因为是第一次在海外观看到中国式的画剧 让我不由自主地感受到海外华人华侨 一种对艺术 对文化的渴望 在此回到熟悉的舞台 于俊武很快找到了感觉 于是他决定全职投入到文艺事业当中 在悉尼传播中华文化 两年的时间里 他组织了近百场演出活动 让悉尼民众对中华文化越来越了解和喜爱 1990年8月24日 于俊武在悉尼成立了奥华文联 之后推出了游子晴 长城瑶 同在蓝天下等文艺晚会 让他感触最深的是 1993年在悉尼歌剧院的中华魂演出 我哪有话筒 我们的这个音乐设计冯海明 哪有话筒 我们的舞美设计李俊瑞哪有话筒 我们三个人在不同的角度的观众席 一起在反复唱 王老三我问你 你的家乡在哪里 他在唱 李老四我问你 你的家乡在哪里 因为第二个节目 就是一个男生的读唱和伴着舞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紧接着 我家住在黄土高 那个坡子还没出来啊 观众是掌声雷动 那个欢呼声和掌声 就像黄河掘地一样 瞬间就把悉尼歌剧院 全都淹没 文化因交融而多彩 于俊武的努力 受到了当地主流社会的认可 他两次荣获 澳大利亚多元文化艺术委员会 颁发的艺术大奖 成为澳大利亚首位 获此殊荣的华人导演 2014年5月 悉尼华兴艺术团挂牌成立 当地35个艺术团体 共同加入华兴艺术团 于俊武被推选为团长 因为悉尼华兴艺术团啊 在澳华为年的基础上挂牌成立 他把飘落在海外的艺术家 艺术团体 一块一块的木板 铜板 固在一起 形成一个统的状态 在当地 打出水来 浇灌中华文化的土壤 这点非常的重要 悉尼华兴艺术团成立之后 陆续在当地参与了新年灯会 举办了校园艺术节等活动 不过影响力有限 真正迎来转折的 是在艺术团成立之后的第二年 那一年 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70周年 于俊武决定 举办一场大型纪念活动 同时 也作为华兴艺术团的正式亮相 2015年8月 以台以因为珍惜和平 我们回首往事为主题的 大型交响史诗音乐会 在悉尼市政厅大剧院上演了 谁愿意向珠洋一般任人宰割 我们报定第四的决心 保卫黄河 保卫华北 保卫家乡 保卫全中国 我们采用的形式是西人双缓 加长交响乐团 史诗性的内容 这种朗诵和歌曲 包括大屏幕的使用 在当时在悉尼啊 几乎是史无前例 一百多个合唱队员 整台晚会 气势磅礴 非常的震撼 保卫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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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活动现场 一共来了 两千三百多名观众 其中步伐悉尼当地的 社会名流和政要 音乐会受到了 主流媒体的关注 华兴艺术团 从此在当地 打响了知名度 于俊武渐渐意识 华兴艺术团 应该积极融入 当地社会 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于是 他比从前更忙了 于俊武开始组织 悉尼华兴艺术团 旗下各团体 定期拜访 当地的养老院 像悉尼华兴艺术团 它是通过服务桥社 丰富多元 走出了一条 社会公益文化发展之路 如今已经有超过百万人 观看过悉尼华兴艺术团的 各类演出 大部分为非华语背景的关注 作为公益文化组织 悉尼华兴艺术团 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 并被纳入社会公益免税机构 与此同时 澳大利亚和中国的一些企业 也经常为艺术团 送来各种演出服装 提供物资方面的支持 在艺术团发展当中 国内也不断地支持我们 将民族服装等等这些 我觉得非常的感谢 第二呢 也感谢呢 当地的各市郡政府 给我们的帮助 因为当地市郡政府 为我们也提供了很多排练场地 因为呢 确实每个团 在每个市郡政府注册 都受到了各市郡政府的关爱 提供了很多的演出的机会 搭建了很多的交流的平台 近几年 艺术团的规模越来越大 于俊武感觉肩上的责任也更重了 为了促进各艺术团体之间的观摩学习 他组织当地华人妖鼓艺术团 悉拟中国民族艺术团等团体 进行了一次交流活动 好好好 这就到位了 请把我的车带回你的家 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请把我的车带回你的家 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明天明天说回声 今天回家绝要 今天回家绝要 每到一个团我都很感慨 因为确确实实在我们来的时候 转眼你看我们到澳大利亚 已经35年了 对吧 这35年当中始终文化在维系着我们 确确实实在我们的身上体现了 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血脉 所以说几十年的发展过来 你看看现在 我觉得从你们的身上 我们不只 我们并不是要求 我们20多岁的专业舞蹈演员 但是我们会把我们的身段 把我们的神态 降低到30岁 这就是我们海外华人 华侨艺术团的魅力 真是 我觉得从看你们的精神面貌 我很高兴的 真的非常高兴 你们的年龄 肯定和你们实际年龄 完全不一样 真的 因为你们每天都是 兢兢神神的 高高兴兴的 他能不年轻吗 而且同时 你们不但在丰富着自己 也是在丰富着澳大利亚的 多元文化 30多年的耕耘 与俊武不仅凝聚了一大批 热心传播中华文化的文艺爱好者 还影响了许多新一代移民 如今 西尼华清艺术团还在不断发展 精彩的节目 登上本地舞台 深入社区 走进民众的日常生活 中华文化 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当地人熟知 与俊武想让更多人了解 欣赏中华文化的目标 也正在一步步实现 中华文化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